要特別注意,我們的事件是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我們的事件是寫在哪邊呢? 寫在這個地方上面 OK 那如果說將來我們會有其他的事件 比如說按鈕的事件是寫在模組裡面 所以將來你可能要再新 如果沒有模組,你要去新增一個模組 是上面這個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然後上面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當這個Worksheet它Change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情,對不對?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順便把什麼呢? 把這個順便講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編號好了 我編號前面本來是怎麼樣? 用剛剛那個方法,寒數啊,下個公式啊 可是問題怎麼樣? 你要全部先拉完,拉完 那不是好方法 那個方法反而更增加麻煩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呢? 如果當這邊改變的時候怎麼樣? 它就自動除了帶出單價之外 也可以自動帶出什麼? 帶出我們的編號出來 OK,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這樣子兩邊都帶出來的話 也是一樣 同一個事件做兩件事情 那其實這邊可以用 這個儲存格是你要輸出的 所以輸出要寫在前面 所以這個儲存格是什麼? 同一列的A欄 同一列的C欄 所以如果你要鑽寫的話 我這邊已經有先寫了一個 就是說 如果裡面假如Delete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 一起兩邊都Delete掉 所以Delete掉的話非常好寫 就是說你可以後面加一個點 ClearContent 畫面上面是寫點ClearContent 或者塞給它一個空字串 兩個結果是一樣的 不過我覺得好像寫這樣比較好記 給它空字串 不然你要點ClearContents 你拼錯的話 可能還會做不出效果出來 所以特別重要 第一個 如果它裡面是空的話 裡面是空的話 那我就把A欄跟C欄變空的